关于邮队网络老板被毒死的事情 我们做了很长期的关注 但是最近又有新的消息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被毒的人 不止首席执行官一个人 不止老板一个人 另外至少有三个人 三名高管 也被下毒了 你可以想象游足隐士的老板 CEO肯定也是被许瑶下毒的 许瑶这个人 确实看着真的多正派 法律人 你难得想象 他的内心是那样的肮脏 那样的狭隘 他买了一百多份毒品 毒药 基本上都用完了 所以你想象一下 有多少人被他所害 你相信他给你服用这些毒品的毒药的时候 一定是这样笑嘻嘻的 所以太可怕了